银行是社会上资金最集中的单位或者地方 所以与钱有关的人基本上都属于跟金融啊行业有关的这些人 你像这些所谓的理财的这些公司 这些所谓的理财的这些公司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多如牛王 他们要想募集到资金 首先要找到人 这些人呢 你要是穷人买不起什么理财产品 他们就没话骗你了 他要找人他肯定是从银行找 银行越是有钱的人他们越喜欢 所以说他们肯定会把这个银行里的这个有钱的人给弄出来 所谓的就是说他一旦把这个银行里储户的这个个人信息 还有电话啊年龄啊身份证啊 这些东西都弄出来以后 他后面的操作可以说就是比较简单了 你想挣钱多难啊 挣钱是非常难的 人家辛辛苦苦 挣了钱把钱存在银行里 然后银行的内鬼呢 把这些信息卖给这个所谓的费法集资的这些公司 这实际上他们成本是非常低的 至于说后面的操作 比如说他怎么刷刷啊 编项目啊 实际上这些都没什么太大的成本 顶多就是租个厂地啊 雇点员工啊 发放工资啊 他没有没有 前期基本上没有什么投入 他拿到这个银行的这个个人信息之后呢 他就给你打电话 这个呢是有点类似那个电信诈骗 你老不断的接到电信诈骗的电话 就说明你的个人信息已经漏了 已经泄露了 如果说你接到理财公司的 打你打给你的电话 而且让你去理财的话 这说明你的这个银行的这个信息已经泄露了 实际上呢 大多数受害人呢 对这些电话的警惕性并不高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很多的这个受害人 你像他这个这些所谓的费发集资的这些公司 他专门有公关部门 他从这个心理上啊 从你的年龄上啊 还你的偏好啊 投资偏好啊 他各方面他给你量身定做 你想投资什么项目 他都有 你想投资这个什么 这个新科技啦 互联网啦 投资什么房地产啦 他都有题材 但是他这些题材如果他没有人来投 这些东西也是白搭 所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能有钱的人 而且有钱的这些人呢 他们肯定是下功夫 给你量身定做 让你上他这个钩 上他这个套 掉到他这个坑里面 而且呢 他现在利用一些题材啊 一些这个什么政策啦 宏观支持啦 这个有所谓的征兆齐全啦 就这些 这些所谓的这个 叫支撑的材料吧 反正是你个人 以个人的这个能力来讲呢 肯定敌不过他的公司啊 他是一帮一个团队 一会儿人在在做 做这个事情 而且这事呢 就是说 人是有心理弱点的 尤其是有钱人 他这个钱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挣到了 比如几十万了 他放在银行里 他肯定还想挣更多的钱 但是呢 在各种因素 各种环境作用下 比如说你社会上 这个通货膨胀啦 资金贬值啦 银行里的利息又特别低啦 你想保值啊 谁不想保值啊 所以说呢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群体 群体群体效应 作用之下 从重心理嘛 所以说大家一起上 就所谓的羊群效应 他就 就恐惧感和警惕感 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所以说呢 从根源上来讲呢 银行的这个 个人客户信息的泄露 是所有所谓的 非法集资犯罪的源头 所以说呢 这个银行的这个作用啊 非常非常的关键和重要 如果说 这些所谓的非法集资的 这些公司 他不知道这些信息的话 他也不可能去 大张旗鼓的登广告啊 或者是敲锣打鼓的去 让人上他这个当 他从银行拿到客户的电话号码以后 然后让业务员给你打电话 这是最容易 把这个叫什么 所谓的受害人 给套住的方法 而且呢 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关系 比如说银行里 比如说某某某的人 这些所谓骗子公司 马上金融行大嘛 他肯定都是相通的嘛 比如说某个人的老婆 或者亲戚朋友啊 兄弟姐妹了 在银行里工作 而他这个亲戚呢 又在这个 就是正规的国有的 这个银行体系之外 自己开了所谓的理财公司 他就利用这个亲属的关系 偷偷的 比如说把这个客户的 这个电脑的这个信息 尤其是存款数额达到一定以上的 这个人的信息呢 就给拿 就给偷出来 交给自己的亲属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这人是不花钱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买 纯粹的买 就是我认识你 你的银行工作 你呢 我知道你能拿到这些信息 所以我就出高价 我要拿到 比如说 这个存款额 在二十万以上的 这个人的这个电话 还有性别年龄 身份证号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只要花钱 肯定就出高价 肯定能拿到 而且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神不知鬼不觉 因为是我手抄下来了 或者是我记在脑子里 我一天记一点 我一天记一点 我一年下来 我弄弄它上千条 上万条 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说呢 这实际上是银行的一个漏洞 银行那个漏洞呢 它是必然出现的 因为什么 这个个人客户信息呢 这个社会上 尤其是这些所谓的理财 理财公司呢 他们对这个东西有需求 所以肯定是有市场 所以你不要怀疑 这个漏洞不存在 这个漏洞肯定会存在 因为它有这个利益在诱惑 而且对于在银行里 能接触到客户资料的这一群人来讲呢 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道德底线和职业操守 所以说呢 设施的这些银行呢 应该承担这个 叫什么 就是这个 个人 就是银行个人客户这个信息 流泄漏 造成的这个损失 不管你是银行的 你什么人 比如说你出了事了 查出来了 就这家银行了 然后呢 这个银行 这个负责人可能出来 这是他的个人行为 但是 这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什么 毕竟是 是从你这个银行里泄露出去的 而且造成你的客户的金钱的损失 或者说受骗商当 是因为根据你提供的 你们这个银行提供的信息 对客户进行了精准的锁定 还有打击 造成了这个客户的这个经济损失 而且呢 银行是源头 如果没有银行的这个信息呢 后面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所以说呢 涉事的银行 应该或者说必须来赔偿 所有的受害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早在这个 比如说2014年前后 大概是非常猖獗的 这个现象 所以呢 才会有所谓的这个非法集资的这个 现象的大爆发 这个所谓非法集资现象的大爆发 那伴随的就是银行的这个 个人信息的这个泄露 大爆发 也是大爆发 泄露大爆发 这就是跟社会的风气是绝对有关系的 你像这个所谓的 个人客户在银行里这些人 他们挣钱知道挣钱不容易嘛 干了几十年嘛 一旦发现这个比较好的投资途径 肯定是愿意去嘛 愿意去做这个事嘛 而且往往这个越有钱的人呢 他想挣的钱越多的钱 他实际上不知道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圈套 这是一个精心的就是谋划的 就是有组织有预谋 怎么讲呢 公司化企业化经营的一个精心的这个骗局 就是中国这个银行系统 你说它是腐败也好啊 或者说是 什么怎么不行也好 你用这个银行腐败这个词呢 我完全就是说 同意 因为什么呢 你如果员工不腐败 也不会出现这种事 他员工腐败呢 肯定是跟你这个银行是有关系的 你银行没责任的话 你银行如果监管的好了 肯定不会出现 类似的这种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呢 就是怎么怎么看这个这个事 从这个推论来讲啊 就是说你这个全国上下这个 都是这种非法集资的犯滥的情况来看的 就是说全国的这个银行系统 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的就是说 叫说崩溃了 基本上是权限权限的这个失守了 无论是哪一家的银行 我估计都免不了出现这种 个人客户信息外露的这种 泄露的这种情况 而且呢 这个现象你看这么多非法集资的半生的这些现象来看的 肯定的这个银行的这个量 泄露的量是非常非常大 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 以后春春般的这个公司出现 你像这些泄露出来的这个个人信息 有可能被转卖很多次 他有的公司呢 他拿到了以后呢 他用完以后 他把这个信息再给卖掉 就是倒手转卖多次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就是说 这是从根上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中国的这个非法集资的这个大爆发呢 恰恰说明这个中国这个银行 几乎所有的银行 不管你是什么国有的 什么股份制啊 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必须上升到这个一个 叫什么 国家层面上来管一管这个事 就是你 你这个银行 造成了这么大的社会动乱 你们不来负责的话 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你让 你让那个受害人去找这些 还不起钱的老赖吗 还让我们去找那些所谓的 经贞吗 经贞的 所做的事 仅仅是查封账户 查封财产 但是 他们不负责 去给你追款 他们只管抓人 什么 就是交给法院 就完了 他绝对不会给你去找 你这个钱是怎么能 才能回来 实际上广大受害人 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这钱 为什么不能回来 经贞的 只是做了一些隔血搔痒的工作 你像这个信息倒卖这个事 国家的法律也不完善 尤其是金融 这方面信息的 你没有任何的这个 叫什么 法律 来规范 比量刑标准是多少 比如你卖一条信息 我罚你 罚你多少钱 这种法规是没有的 就是说 你这个银行的职员 卖这个银行 银行那系统里的信息 你银行是承担什么责任 法律上也没有规定 所以说呢 目前的所有的这些事呢 都属于一种 无法无天的状态 所以说必须进行这个重大的改革 从法治上进行健全 所以说必须进行健全